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坐车 抵达了费罗利庄园 现场铺起了红地毯 也有简单的军礼仪式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在门口迎接 双方紧紧的互握双手寒暄 在走进会场前又再度握手 让媒体捕捉镜头 这是自去年在印尼巴厘岛以来的首次会晤 美方与会的官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 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财政部长叶伦 中方则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奇 以及外交部长王毅 拜登在开场白中表示 他认识习近平很久了 一直很认同习近平直言不讳的风格 强调双方领导人维持沟通对话的重要性 习近平在开场白中则是着眼国际的大局势 表示美中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关系 应该在百年变局中展现宏观的视野 而不该彼此对立 会议讨论的重点包括台湾以及南海问题 正在进行的乙哈以及乌乌战争等等 而双方领导人在这些领域一直存在分歧 外媒分析习拜会主要是希望稳定关系设定底线 尽管贸易关系依旧紧张 制裁是针锋相对 双方对台湾也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两位领导人仍然希望在艰难的局势中保持关系 记者综合报道